谈谈交通 又不能在豆瓣上拥有9.5平分的普法节目 无数人将其分为搞笑的巅峰 但就是这个娱乐的普法节目 却将无数人看哭 这位老人是现实版的富贵大爷 活着的故事竟然在生活中真实存在 我爸爸死了 11年 我爸爸去世了 妈妈呢 妈妈死了20多年了 那你老婆不管你 老婆也死了 11年 那你的子女呢 也死了 谭警官感到难以置信 但问起兄弟姐妹的情况 哥哥已经去世18年 车上坐着的是自己仅剩下的一个傻弟弟 谭警官尝试和弟弟交谈 弟弟却把头扭到了一边 一句都不回答 谭警官质疑 这真的是大爷的家庭吗 父母子女都没了 只剩下一个傻弟弟 和一条年迈的大黄狗 接二连三的家庭变故 如此艰难的生活环境 可大爷的脸上却显得异常的坦然 谭警官忍不住和他握手 谭警官和大爷相互感谢 一个感谢他教会了安全 一个感谢他教会自己生活 这次的采访 也是让谭警官印象最深的一次 十年后 自己遭遇抑郁症困扰的时候 他再次想起这位向前看的大爷 几次辗转 来到大爷的家 大爷很高兴 他透露当时 其实骗了谭警官 把年龄故意说到20岁 想让谭警官放他一马 不要罚款 但那些家庭的变故 确实是真的 每一个亲人的离去 大爷都记得清清楚楚 采访后的一年 大爷重新娶到了一个妻子 并且有了一个五岁的女儿 她的生活依然艰难 但笑容依然没变